嗨,我们现在收听的是 报道有意思,我是竞弦 我们家的如果有那个四大 头的 也摆得满满满满 才是去运动 回来逛一个 阿波又出去了,朋友小酒要做什么 晚上有时候在家里又找不到人 好像还蛮活药的 突然间他像这样生生 去问他又问不出所以然来 有什么状况 现在现场好问的是 台南变医,这个症心科医师 他还特别说,这是 恰头症的台南变医 唐嘉宏,唐医师你好 你好,主情人好 大家好 先告唐医师 我们有个世大 跟着一个会儿,孩子也大 甚至有孙儿 应该是无忧无虑 不过 听说现在也很多是会有忧郁症 对啊,我们说 有十倍,不然就说有语症 这很多老人很多 对,有十倍 听到有十倍,有什么有十倍啦 哦,有可能有两个原因啦 一个是心理里面 譬如说阿公都做工作做一四人 现在退休了,全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也没什么生意已经忘记了 那种阿嬷都在炒烦 小孩的事情 小孩已经四五十岁了 还要去炒烦 第一种就是心理的问题 第二种比较麻烦就是 要来便宜检查 因为很多内科的问题 譬如说用油的问题 油可能会让你心情变化 还有一种是 小条会已经撤到的中风 有时候没有检查 你不知道在中风 中风之后才有准 哦,所以说有可能是中风不知道 所以故事有改变 对对对 啊,是说因为通常是大 他们如果说像心理的 比较高潮烦 还是说他不是病到病状造出来 哦,那我们做事谁 要怎么知道他这是忧郁症 哦,一般来说 年轻人问他心情 他都说得出来 说我心情很烦 啊,是大人都没说 说自己没烦没路 没在想什么 啊,这个时候就要看一点 就是叫做没兴趣 啊,他 比如说他要走去 要唱歌 平常是个性就这样 啊,结果最近一个月开始 我跟白昂台港 嗯 没要出门 嗯 啊,连 要跟他走去 他感觉 那没意思 没趣 哦,这种本体的幸福 变作没幸福 嗯 这个镜头很准 哦 我们就能知道 一定是有 发生什么问题了 所以本来有幸福 现在都生生 都没幸福了 对,对 哦,但是有时候就觉得 我就是没去 啊,这 这马上就能连结对忧郁症哦 对,这就是一个发现 第一点啊 嗯 嗯 嗯 最有法度确定就是 营养到身体啊 嗯 嗯 人家说忧郁症 好像是心理的问题 啊,不过 心理如果是营养到身体啊 嗯 那就是严重了 那就是严重了 落下了 嗯 一股里里里里 落几个公斤 哦 那昏迷也变得很坏 嗯 嗯 这都是生理的问题 嗯 这样就严重了 要来看眼神 嗯 嗯 所以说 他有情 感觉像是 哦 这种精神不好 肚子都伸伸 其实每天也会 变作身体不好 对 嗯 嗯 那严重 到最后的 这样 这样吼 那是说 家里的说 我们是大人已经 我们感觉他不太对劲了啦 对 那要怎么 那叫他说 像你是精神科嘛 对 会更似的 如果叫他到时 就在看精神科 一直说 你都没来看 没来看 对吗 这样要怎么 那有 那有可能 譬如说 你一开始是 带他去家庭 医学科 还是老科 嗯 嗯 他也是在当身家 那个身体的问题 先 嗯 先除非啊 什么做 一些些检查 哦 先过滤一个 对 先过滤一个 啊 他们是 查了都没怎么 嗯 他们也建议说 来看 很辛苦 嗯 这个时候 我们就 跟教育说 嗯 他就说 啊 来看 睡不好 对 因为 很多人 嗯 很多人 譬如说 老闆嘛 老闆 主要 做很大 啊 你很大 哦 他们就会困不好 也压力大 对 嗯 那种文明病 也是来困 看很辛苦 所以 这种 和那种团队的 不一样 嗯 就跟他们说 很辛苦 团队在看 笑的 呃 theyía团队 不是 声昊 ho 自然 through 像人家 黑osis 就被困 帮他 就是出问题了 있어요 对啊 所以 来看 门队 嗯 是 不是 那种困围 的困 是 región 看看 看医生啦 对对对 所以说像 看 整身高 真的 这是öst erhalten 很排斥的 对对 一开始 的排斥啊 啊 不过 因為我們很多人也是隔壁那種內科鑽過來 愛宏為其他科 為什麼 加一科 內科 腦科 他鑽過他就感染了 那也是會啊 他們就是跟你說 整個檯後都很正常的時候 對呀 跟他說 你這可能心理有什麼原因 要去看看 他們都會說好 所以唐醫師說 他剛才說他本來有趣味的 這就是趴趴走 滑跳跳的 他變成每個人都沒有趣味 也不是真的說辛苦 就是每個人都不會這樣 這可能是會有症 有一種說 睡得很不好 有睡得很不好 這也有可能是嗎 對啊 不過10個老人 哪像有9個睡不好 那是一個迷思啊 因為 本地人老的時候 就比較早睡 比較早起來 整個咬起來 一天裡面可能也是7-8點 時間也是很短 只是說太早睡 太晚了就起來 三四點就起來 你會覺得說好像不夠 其實齁 最準的就是 你問他說起來之後 有困擺的感覺嗎 就是要還要睡嗎 如果都有情形 那就沒關係 對 所以說說 雖然你覺得他很早起來 有個4點就起來了 不然他晚上9點就去睡了 所以很早睡 所以說他很早起來 對 所以說像這種早睡早起沒問題 沒關係 不過還有一種就是說 他會一直起來的時候 放假啦 睡得很晚 你起來上個廁所 你又睡著去睡 你一枚三四次就要睡了 這款的算什麼會 這就是賴科問題影響到人民 這讓賴科問題 秘流科的問題改割 就好了 那都不用加油了 先去看秘流科 等到這簡單 你就是可能有的 南省是社會線的問題 對 像說各市民有可能 有情也有一種也會的市民嗎 有情也會的市民 那本地就是他的政頭 八百種的一種 那以前睡好睡好睡 現在開始變得婚人很壞睡 有可能也是有症 也是有可能 那還有一種說很蠻民 說一幾點就在土下 就在整身那種 這蠻民 不一定 不一定有兩種 一種是說夠民望 那因為 其實人的困民 本地就要兩種都夠好 一種是沒有做夢的 一種是有做夢的 這兩種都是有需要的 所以交民望是沒關係 只要說你睡起來 覺得 精神恢復了 精力恢復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種 那種 做夢也是睡著 如果做夢做到一半的時候 讓風吹草都叫牽液起來 那就是品質比較壞 其實本地人正常睡著 有很多時間都在做夢 那是正常的 沒關係 這是你記得跟不記得 對 記得跟不記得 所以像唐醫師說 有很多時間去那裡檢查 當然去到你那裡很辛苦 也太好 有的是國不理三種的 你判斷說 我們台灣這個比較四大 這地方有哪種憂鬱症的比例 有高 喔 嗯 睡不好差不多 三四星吧 老人裡面 睡不好三四星 你的意思是說 三四星裡面都憂鬱症 沒有啦 差不多一星而已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不用說睡不好就環好憂鬱症 對啊 就是睡不好這樣 也不是說一定要吃一四人 要睡得了 所以像是睡不著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 很常見 你剛才說要睡得了 所以要睡得了 是一種油嗎 是一種油 聽說台灣人吃很多 對啊 嗯 要睡得了是這樣 就是說 有的人方便嘛 方便就 來看醫生的時候就說 我拿阿彌劑就好了 嗯嗯 有時候去排 精神 還沒檢查就說 我拿阿彌劑就好了 都沒說很多 對 你說要睡得了 對啊 對啊 阿彌劑也說 你怎麼會睡得了 這樣不會 因為他們出診 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們都問很久了 嗯 所以我們都會 譬如說 有以前還有睡眠的兩種 兩種問題 我們都會放兩種油 一個 治標的就是 要睡得了嘛 那日本就是 抗憂鬱的油 抗憂鬱 抗憂鬱 我們就會跟他們說 這個抗憂鬱 有效果可能要四禮拜 那四禮拜之後 這個要睡得了 就可以慢慢減起來 哦 嗯嗯 抗憂鬱 就繼續吃半斤 差不多 沒有用起來 哦 嗯嗯 所以如果有那個 比較憂鬱症的狀況 有以前 起的時候 有的也有 睡不著 所以我們可能睡不著 先讓他睡著 對 這要睡不著 不用一直對調了 不用不用 就停起來了 啊 等到抗憂鬱 會吃比較久 會吃得很好 對 很多人是 有辦法慢慢減起來 嗯 不過 不要太急了 這樣齁 有的人要停起來 就隨說隨便停了 嗯 啊 等到 等到說 那妹妹都沒睡 哈哈哈哈 因為 一顆變 都沒吃 這樣差太多了 一顆要先變半顆 嗯嗯嗯 一顆的都半顆 半顆 這又來減 這樣比較順 沒有那個 要去以後要停 也有一個 一顆 就是你有一顆 先減做半顆 要停再來 慢慢停 這樣 這樣比較順 嗯嗯嗯 現在很重要 好問的是這個 台南病院精神科的醫師 唐嘉宏 唐醫師 唐醫師在說 很多時段 頭的這樣 外跳跳 變成沒什麼精神 無敵角度是真的生病 還有可能是這個 心理上憂鬱症 再來在談論 就是說 那時段睡不著的問題 來這個 唐醫師我請教你 齁 差不多幾歲 那個憂鬱症齁齁 就說所謂的時段 憂鬱症齁 有那個差不多集中在那幾歲 有這樣 應該說憂鬱症這個 那些專民的病 其實 最多是四十歲開始 嗯哼 啊不過老人有症 就是說 六十五歲以後才出現的 對 六十五歲開始 我們就定義說是老人有症 嗯哼 這樣 這種跟年輕的時候 發生的比較不一樣 嗯哼 因為老人的時候 喔 台北我們都 跳了很多歲 啊 做腦部的電腦斷層 嗯哼 因為怎樣 因為他體質問題 不會鬱症齁 哪會到六十五歲開始鬱症 我們會懷疑說 腦部是不是有變化 來克服什麼問題 嗯哼 這樣造成他油症 這樣喔 這樣 所以真的 比較死大人的油症 點頭還要更慎重 因為以前沒有這樣 他現在才變這樣 對 那擔心說是因為其他的病變 引發變成生理影響心理 就對了 變油症 喔 啊如果剛才說那個 那個 油症之後 像說有的 有的 睡不著嘛 啊我們知道 你說睡不著 這個睡不著 都油症裡面 你說差不多10% 那如果是這樣說 變成不一定是油症 有很多大部分 純粹哪像就是睡不著 啊像這種 很多大部分 他很怕吃安眠藥 你知道嗎 他很怕我吃了 都要吊 不吃就睡不著 還要緊張 這樣要怎樣 其實喔 那就是 那就是要平常心 因為他 他越在意喔 他那時候就會越緊張 到睡 到要睡的時間 他就一直看 看那個時鐘 喔就是 煩惱睡不著嗎 對啊 煩惱睡不著啊 喔 所以他壓力很大 他會想說 我 我要半點鐘 就睡了 這個半點鐘 其實睡了 是一個 主人的事情嘛 他一直想 一直想 半點鐘 很快下去 可能喔 喔 喔 啊不是很安靜 對不對 那個秒針 你也會聽到那個聲音 喔 喔 這樣越痛越緊張 這樣就不好 他如果聽到那麼悶 他就真的睡不著了 像我們主人來說 啊 你一天睡不著 也不會怎樣 兩天也不會怎樣 因為第三天 你一定會睡去 你的睡眠累積 很想睡那種累積 嗯 第三天一定睡下去 所以沒那麼嚴重啦 因為你一天沒睡 兩天沒睡 那第三天一定好累好累喔 對啊 喔 喔 這恐怖喔 不過因為 時代就是這樣嘛 我今天睡不著 馬賽睡不著 我會很緊張的啦 喔 變成時間要睡之前 我真的剛才那個市民的喔 他真的是 好像有一天睡得好 他就一直想說 我一天睡得好 我是不是有吃什麼火 還是說我有做什麼柔軟燒 他很珍惜那個好睡那天 你睡不著的人是很可能的 對啊 沒有就是 其他困民的環境都要 顧好 比如說 咖啡他們的東西 茶啊 飲料啊 那晚上我不要喝 一定要喝就知道去喝 嗯嗯 欸 啊 嗯 有一種就是說 不要 不要在沙發 看電視看得睡 嗯嗯 這樣你的身體 記得說 這個沙發 沙發跟電視 跟睡 怎麼會做會 其實不是這樣 應該是有睡意的時候去床上 嗯嗯 啊沒睡意的時候 嗯 就起來 嗯嗯 走一走 又有睡意再回到床上 嗯嗯嗯 這裡有辦法把那個 臉床跟睡 吼 拔就好 這裡有辦法這樣 哦 嗯嗯 所以正經 我太想要睡的時候 還要趕快去臉床上睡 對 齁 不然 不然這樣要睡哪不睡 一直在外面爛爛爛 哈哈哈哈 對對對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我們躺在臉床上看電視 對 就暖去了 不然在臉床上看電視 對啊 臉床就是用來 對 用來睡 嗯嗯 不要做別的事情 所以有人在臉床上有的 喔 放電視 齁 啊有的人看 看齊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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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應該是在桌上 看齊勒 看到 嗯 開始在下雨開始要睡 要趕快去臉床這樣 這樣齁 嗯嗯嗯 啊所以說 總而言之齁 唐醫師 你有沒有建議說 是哪裡吃安眠藥 啊有需要的時候 一輪再吃就好了 嗯嗯嗯 啊也不要越吃越重 嗯嗯嗯嗯 啊不過安眠藥的副作用啦齁 你說賴藥性啊 說 他最大的煩惱就是 好不然我沒吃就睡不著 好 怎麼會這麼嚴重 喔 一開始如果是 用很重的 不然就是用斯蒂諾斯 那比較不好啦 嗯嗯 我們政府都在關這個 斯蒂諾斯 一顆油啊就是說 嗯 比較容易成癮啦 嗯嗯嗯嗯 喔真的也有成癮的可能性啦齁 嘿嘿 特定會用斯蒂諾斯 對對對 因為我們有幾十種 嗯嗯嗯 十種以上 啊不過 一開始就用斯蒂諾斯 我們是比較不會這樣 喔 因為怕害到 嗯 嗯嗯嗯 所以說 也要跟醫生 要跟醫生說 我喜歡那種 吃了不會上癮的 會睡覺嗎 可以說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啊 嗯嗯嗯 大家都知道啊 對啊 大家都知道啊 什麼比較不上癮 什麼比較不上癮 喔喔 這麼來行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所以說 今天我們訪問的是這個 台南便宜 很辛苦的醫生喔 這間是在 火車頭裡面嗎 對 好啊這個是唐嘉鴻 唐醫師 你講到這個 这四大忧郁症 不要想说四大人 这个责任都已经差不多了 这样睡不起这种稍微的事情 很可能是犹豫症 而且如果说睡不起 要睡有需要吃 也是要吃一个人 平常心 不要欢乐 有需要吃的时候 吃是治标 如果说把这个 晚饮治疗好 以后就能到达听起来 能到达听起来 其实这是一段性的需求 问题改革就能听了 不一定的赖要性 不用这么烦恼 今天感谢唐医师 才是我们的奉猛 谢谢你 谢谢 等一下回来